藉由我們青年團隊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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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整合上樁的文化 中樁的產業 下樁的客家活房 讓整個永安老街聚落 成為我們所喜歡的生活樣貌 未來也會變成 年輕人願意返鄉的基底 你是完全務農的話呢 其實是很難生存的 但是桌遊這件事情 跟生存比較沒有關係 倒是因為我們因為賣米 所以跟外面很多消費者有接觸 那我們一直很希望讓他們多認識觀山 因為其實觀山有老屋有店家 那我們想要讓遊客來到觀山之後 依著指示很快的 大概在15分鐘之內可以了解觀山 也許這套桌遊它將來 銷售了之後 它產生的利潤是可以再回來地方做 地方事務 我覺得這是最理想的狀態 因為我們這五年有一點點成績之後 我們才想要來參加在地經理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可以告訴 想要創業的人 如果你要創業 你怎麼樣不要走我們以前走過的路 那麼辛苦 應該要有一些快速的方式 在地經理人其實它給你的不是錢 它是給我們這些資源 我舉例像我們自己在基隆這些事業 其實資金已經不是我們的問題了 因為我們的生意會賺錢 而且我們的錢的現金流是正常的 所以我如果不要積極擴充 我沒有資金需求 我現在要的是上下游的這種關係 我需要的是行銷出去的力量 這些東西不是你花錢就一定有的 所以地方創生的概念 不是你做什麼事 是你的夥伴在哪裡 你來當台語的在台東嗎 我們大概六年前來到台東 其實這幾年我們也看到很多人來來去去 所以我們希望扮演的是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 觀察資源的一個生態系 其實六年來我們都在倡議一件事情 就是青年返鄉的流下來跟流動這件事情 就是青年返鄉的流雨流 我們希望年輕人留下來之後 彼此互動 這是我們在談的一件事情 那底台東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扮演著 怎麼樣協助他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是一個島嶼 但我覺得其實台灣人對於海還是陌生的 所以其實我就想說藉由遊城的體驗 讓大家更多人知道說 基隆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右邊去走漁村 左邊就可以坐船出去海邊 所以大概是我在這邊做的一個工作 把它做一個整體的串領 然後再加上地方經營人的這個資源導入進來 我希望能夠藉由外力 然後讓我們的漁村的資源能夠更豐沛 然後去達到我們的目標 開始飛雪餐桌也是其中一個奇蹟 那大家吃到是最真實的 所以我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一罐從黑豆到一瓶醬油 再從一瓶醬油到一道料理 就是我們會稱作這是一個完整的旅程 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然後讓現在的人可以更了解醬油 一华從黑豆到港 一定看五品 你看五品 這一博 你